來!七星菊 黑曜龍很難養 養不動欸 莫神聚各種A吧 A體質 這一套的難點 我已經幫大家分析過了 我…我其實昨天給那個… YT觀眾的攻略就是 你要拿礦車加… 拿礦車 拿寶寺這種牌 因為這兩張牌啊 可以幫助你拿法術 法術裡面有黃金之處 然後還有發現戰衝 買兩張 穩拿的話…甚至可以… 買賣魚人按個1 我應該是不會輸 三個怪打貓 能輸嗎? 這回合如果贏不了 後面就更難贏了 所以這回合要出 因為你這個是無費三隻怪的節奏 貓要很強 得要拿到超強法術 並沒有… 他還拿耐心去發育 所以這邊我打出…利用貓咪 加上… 絕對自信 斬了…額外的兩元出來 然後這兩元就會在這回合有爆發了 9元 升級讀書吧 這些牌都很沒必要拿 讀一本書就好了 這樣刷牌剛剛好 廢用 這個還不錯…賣這個直接拿了吧 這會讓後面的牌很好打 可以先放著 不出 你看這個東西 一張牌才加3加2 這個拿的是… 鋁墊全部都加2 所以這張的效益 在開局來講 非常好 最後一個 真正有7塊錢 意味著我可以買兩道 兩隻怪 這個必拿 那這張要拿 因為只要有拿這張 嘲諷在這 就不會有送不掉的風險 所以拿這一張 加這一張 一刷 全金開場可以1200 剛剛打了900 對吧? 這是超嗨的啊 每個版本都有每個版本可以開發的東西欸 我們這個版本開發出了這個… 蠟燭人戰術啊! 蠟燭人 我的超人! 嘲諷、酷酷 下得很好 穩定的幫他放大 所以這一把應該有機會平個機 老莫等等會超大 他如果升級了 我就會贏 他如果不升級了 我… 我就不一定會贏 那這個就不用打 所以這邊要先等一下 先看他個2、30秒 我先倒杯水了 看他有沒有升級 升了是不是啊? 那升了就是在送頭了 嚇死他啊! 這個場面 隨便拿兩個3就能打贏他了 他一旦升級 我就不可能會輸了 所以這邊是蠻自信的 蠻自信的就直接來了 嗯…怎麼剛剛賺的錢… 現在是九分之八 我怎麼那麼窮? 打了太多那個錢袋子了 15幣喔?所以這回合還是弄不出來 這回合要弄… 加…要弄出五塊錢來 有機會嗎? 一直開這種牌 客家 我需要客家手段欸 他有辦法弄得出來 嗯…看起來是有方法 把牌賣一賣就做到了 再賣兩張 瞬間就把錢打乾了 厲害厲害 九廢有莫神 這怎麼玩出來的啊? 不要等啦啦魚啊 越早出越好 越早出越早開始癢 不然我幹嘛急著這回合把他弄出來 就是…越早出… 這個越厲害 然後等等再去拿一張那個… 三星的… 三星的…大嘴 大嘴魚 可以拉缸鋼 找一張大嘴就行了 所以現在缺一張大嘴 沒有大嘴就升級了 反正現在不用…什麼事都不用幹 讚寵…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牌 有可能可以… 點金啊…奇奇怪怪的 回合結束加5喔 好吧 就這一張吧 這一把沒有雙拚 所以你們要來用雙拚之術 然後讓… 老末變金色 但是…我可以… 養鋼圖 然後大嘴魚拉鋼圖 我偷一個這麼大的牌 反彈16 又要再偷一次了 4、3、4、7 我就問! 這帶不帶勁啊? 4、3、4、7啊? 大嘴魚在哪? 賣一個… 英雄能力直接換 喔! 薛藩!點金啦!各位! 你們敢信! 1、2、3、3、4、3、2、3 薛藩啦! 剛剛還在說不可能會變金卡 他怎麼變金了啦 然後貝石現在改成只會拉魚 所以不能用貝石拉這一隻 這隻拉不出來 好扯啊! 你剛剛是不是在騙我啊?主播啊 你這個… 主播別裝了!明明就有開 冰起來是養魚啦 就是… 所以待會拿魚養魚然後… 轉合唱 可以 扣一滴再加6 哇 他加超準的 加6加到他身上 他已經被鋁電之光了兩次了 法術我覺得是不太… 這個不太重要 這個好像… 不拿有點可惜 我得找一條魚人 欸? 那用這個來拉了欸 哇 這運氣也太好了吧 那等於說… 這個可以穩牌序有嘲諷 這個就是亂加加6 所以這個比較沒用 然後出這一隻 硬幣還可以打一下 打在誰身上 打在他吧 他可能是七星老莫欸 所以把這張扔掉 然後去… 換一張合唱 老莫毒會被反彈嗎? 不會 毒素是不會反彈的 哇!兩個一星爬不住喔 三星一星 先偷個11連比 反彈27 天國一揮預備! 揮得還算不錯 可以再偷幾隻了 第二隻 他好強喔 他好強喔 欸!這個龍好強喔 卡雷狗斯怎麼這麼厲害啊? 我打輸卡雷狗斯欸 這張看來還是要繼續拿 法術砸毛太多了 不要再骰了 現在變成說要扔這隻魚了 發現一個最多手下就是魚人欸 那就是非常好欸 骰到魚不就… 有那個了嗎? 哭啊 不要打喔 打了就會多一張牌 這個就加歪了 24攻反彈 30攻反彈 錯了 120攻 過在 拿下 一隻怪能有多大? 鋼腑來到了292! 聊天室啊! 神仙降臨 炒一個合唱團 合唱團來一張 拿下了 主廚精選 合唱 有中 這是穩拿的 錢一定要都要做 缺合唱啊 不用拿這張 手上連魚都沒有 薑尾… 他可以換掉這張啦 合唱來了 結論就是不用Bass 分析完畢 我的終極體 剛普出來就300 而且有一對時間一直放大 這樣場面有兩個300 應該能吃雞吧? 哇塞…這一把沒想到就靠… 老莫站出來Carry了 我唯一的發育手段就這個東西欸 站出來C 一個零落點睛 全頭…從頭靠他打了 這個鋼譜不能出 出了…魚就廢了 所以這個永遠放手裡 永遠放手裡 就等於這張永遠不能丟 也就是說 現在能夠變強的手段就只有… 這個變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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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這些牌變金色 沒了 點個20我覺得還是沒問題的 你拿龍他就會拉錯 這隻魚不一定會拉到龍 手裡不能擺髒東西 所以目前就只有這樣的 這樣就一直刷了 刷到盒了 轉換能力喔 點金不錯 喔… 簽約… 不知道要簽約什麼 拿個錢 撒一條龍沒用 出售六個 九個死亡 九個死亡也要兩回合 那都太慢了 防一手被…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抓掉 破壞了 哇塞… 魚還能開這個 太誇張了吧? 這把不刺激 說不過去啊 青蒜欸 好強喔? 這難道就是青蒜嗎? 反正我有300破綻 這版本沒炸機 你要怎麼跟我鬥啊? 300 魚人大軍 在… 毒他! 毒他變成430了! 太誇張 減2-2他還活著 不想打野 我要殺人 先按一個戰蟲 嗯 按這個 可以變出6星魚人 所以現在只要再閃出6星的魚 先閃 哇 鬥牛是怎樣啊? 我是可以再擺一張鬥牛 沒錯啦 但其實我要閃魚會比較好 閃6 然後變成合唱團 欸 滑掉了! 欸 欸 他自己滑掉 這不是我出的 好啦好啦 滑掉就算了 滑掉可能也是遊戲的一部分 這其實不是我出的 嗯… 我覺得任性魚比較好欸 塞一個套子給他 大一點不要再抓 塞一個…光盾給他 啊 沒光盾 9百了 各位 9百 反彈100的部分 欸 反彈 兩位 哇塞 我簡直就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啊 我能這麼說嗎? 我簡直就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 先贊從快樂一下 啊 垃圾 對面肯定是… 海盜 沒有任何懸念 嘲諷不用再嘲諷 黃金之處…好像也沒什麼好處的 港普這回合其實可以打掉欸 反正不用養怪 所以其實可以把這個魚弄掉了 好… 轉盤沒什麼… 太多的額外效益欸 喔 岡普不能打掉 對對對… 打掉的話… 就會變小 抱歉… 差點我就… 又要搞笑了 轉盤太貴了 我不建議打轉盤 轉盤是他的單卡的費用實在太高了 第一隻破盾 然後二號鋼鼓 所以把他的毒反彈掉了 那你還有什麼東西那麼大啊? 他的毒被反彈了 哇塞! 鋼鼓792900! 792900! 頭上還有冰箱! 有你的啊! 再來! 他不知道我這個變900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現在好像… 一直按讚蟲 一隻快樂 左側複製 沒什麼軟用 五星… 一張六而已 再變吧 這邊…都可以變欸 有三張 變 哇塗的十足啊! 假設有合唱團的話 就這張換合唱嘛 召喚魚放一下…放… 放決鬥 那對面也要猜得很準啊 這樣子怎麼樣?這樣子站 站在這邊 骰光盾 光盾來一發 他有我的七星魚欸 我發現了 他偷了我一隻七星魚 欸 合唱來了 這隻就不用了 防決鬥啊 就點一下 這張等等拿 1600決鬥 然後把自己靠死了 哇塞! 鋼埔之神 電後準備開打! 打! 啊! 鋼埔之神沒了! 鋼埔980 然後…合唱團1600 哇塞! 打得真是過癮! 沒想到今天在… 新的…法術版本啊 我們還可以玩到七星卡欸 而且是金… 金卡的… 老末 以前的老末可能都沒有發揮得這麼好欸 沒想到我在新版本 七星卡這麼突出欸 所以以後大家再有鋼彈 真的要玩一下欸 這個鋼彈在這個版本超好玩的 因為你會拿到七星卡 然後在各種轉值 再變成其他英雄 你就可以一轉二轉三轉四轉 我這一把不知道幾轉了 最後就轉出了一個… 不可思議 老末仍然是十分啦 唯一的七 本場唯一真神 老末 然後這一局我覺得比較特別的配合是大嘴 大嘴魚 因為大嘴魚現在改成… 他可以拉所有種族的…的牌 那…我就可以透過他穩定的… 只拉… 鋼彭 那就變成大嘴魚加上老末 然後養鋼彭拉出來 養鋼彭拉出來 然後決賽的話就只要一直找 一直找合唱團就可以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的組合就是經典六隻怪 不過那個大嘴魚有一個最大的弱點欸 就是怕決鬥 他如果被決鬥掉就什麼都不拉 那是不是就會崩盤? 我來看一下剛剛打起來的勝率為多少 嗯…兩邊勝率…哇 他有三成的機率會贏欸 那我還蠻容易輸的欸 說真的 他的殭屍魚 然後老末… 魚人荼毒 等於說他的劇毒單位有1、2、3、4、5 他可能有五個毒欸 哇塞 風險這麼大的嘛 這一把